传道书第十八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传道书九章十三到十八节 被主纪念讨他喜悦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 据我看乃是广大 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 由大君王来攻击 修竹银垒将城围困 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 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 我就说 智慧胜过勇力 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 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 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呼应了作者在一章九节所言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作者谈到一个广大的情形 也就是在各个时代 历史和地理环境中 都会有人拥有充足的智慧 解决那些无法透过武力解决的问题 并且勇敢面对艰难 感谢主他在各个世代中 安排一些有智慧的人 能够有效处理复杂与艰巨的情况 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这样的人展现智慧与能力解决问题 却不见得能够获得别人的感谢和纪念 甚至还会遭到藐视和憎恨 在圣经中 我们看到一些智慧人遭到藐视的例子 先知耶利米时常流泪 为悖逆的以色列民祷告 渴求神的愤怒转消 结果百姓却来攻击他 众人都吸取主耶稣的智慧 但是他在传道的时候 也时常被人藐视憎恨 甚至没有人愿意听从他说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愿意听从智慧话语的人 感谢主 世上最伟大 而且绝对有益处的智慧 都记录在圣经当中 可是这个世界 却不断地透过电视 网络等媒介 用似是而非的声音 来刺激我们 求神怜悯 帮助我们 如同玛利亚一样 安静在她的面前 聆听她智慧的话语 而不是一再地吸收 听从世上这些令人愚昧的声音 另外 当我们凭着神的恩典与能力做事 却不得人的喜悦接纳 反而被藐视拒绝的时候 求主激励我们 不让我们感到灰心 因为我们实在不需要别人的纪念 而是要得到主的纪念 但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 都能谦卑地聆听主的话语 以致拥有真正的智慧 但愿我们在遭到拒绝时 不会太过灰心 而是能依靠主的爱 智慧和能力 继续服侍人 如此一来 相信我们凡事都能讨主喜悦 以致蒙他纪念 主啊 求祢帮助我 能谦卑安静地聆听祢的话 并能怀抱平静安稳的心 服侍别人 但愿我所做的都谋祢悦纳 被祢纪念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加拉太书一章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阿们 我一生要做神的仆人 是的 我一生要先来求神的国 神的义 我愿意卑微自己 放下自己 来尊主为大 讨主的喜悦 阿们 亲爱的主啊 谢谢祢对我的提醒 主我的一生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虽然我常常讨人的喜欢 但是主耶稣 我向祢来祷告 帮助我讨神的喜悦 才是最重要的 我赞美你 是的 主赞美你 绝书主啊 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要讨祢的喜悦 绝书主啊 让我们尊主为大 主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主啊 都能够蒙祢的悦纳 感谢神 是的 如今的我活着 不再是为自己活 乃是为主而活 所以我不要太在意 别人的眼光 我不要太在意 别人怎么想 主啊 让我反复的思想 只单单在意我的神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帮助我的眼光和心思 单单的只在乎你 单单的只注视你 阿们 主耶稣翻转我的价值观 让我不是去讨人的喜欢 因为我是属于你的 我是你的仆人 主我要讨你的喜悦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我是你的仆人 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讨你的喜悦 愿我们在生命的里面 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 把人领到你的面前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耶稣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